好 台積電現在是我們台灣的交友 是全世界也沒辦法忽視的力量 但是這樣的爭辯已經是淵源流長 我們想要聽到說 台積電吸納了很多我們台灣一流的人才 也造成台灣沒有辦法那麼進步的一個原因 甚至有人說這樣的人才到台積電 是一種浪費對台灣是一種損失 真的是這樣嗎 台積電的運作情況是如何呢 我們也今天請到曲波 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對 我們先要了解台積電 他的工程師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再來討論說 到底是不是一流的人才做二流的工作 這個是印刷電路板 我想各位應該有聽過 這叫印刷電路板 印刷電路板上面長得像蜈蚣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機體電路 大概多大 大概2公分 20毫米左右 2公分 這個正方形叫做晶片 所以晶片你把它放大 大概就是1公分 10毫米左右 晶片裡面到底是什麼 晶片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元件 我們把它稱為電晶體 這個電晶體就是各位常常聽說的 CMOS 聽過就好 先聽過 這個元件大概多大 大概100奈米 各位對這個奈米沒感覺 100奈米是多大 病毒的大小 病毒的大小 所以一個電晶體 大概是一個病毒的大小 非常小 肉眼已經看不到 重點是電晶體 它有一個特殊的結構 這裡面結構最小的是紅色的 這個長度我們把它稱為 雜極長度 大概只有10奈米 所以只有病毒的十分之一 這是什麼 待會再解釋這個叫雜極長度 但是重點是 先幫我們科普一下 很多問題 對很多問題 這個電晶體 這個晶片裡面有多少電晶體 答案是100億個電晶體 這個有算 不過數學我們不談 對 所以各位想一下 1公分乘1公分 大概就是我指甲這麼大 算的都吃不下了 大概我指甲這麼小的一個晶片上面 要做100億個這樣的電晶體 而電晶體裡面最小的結構 就是所謂的雜極長度 那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 電晶體 這個就是各位一定有聽過這個詞 MOSPIT 常常聽對不對 我最常常想要這個詞 MOSPIT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一個開關 什麼意思 電子是從這個地方 我們叫圓極流進去 注意是流過灰色的部分 從這個極極流出來 極這個字是取水的意思 所以概念上就是取電子出來的意思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當我沒有加電壓的時候 這個電子是過不去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電晶體就是斷電的 斷電就代表0 如果我在這個雜極上面 這個我們稱為雜極 為什麼叫雜極 因為它好像一個門一樣 我加了一個電壓之後 這個電子就會從這個地方流過去 這個時候就導通 導通就代表1 所以什麼叫MOSPIT MOSPIT就是開關 一般的開關是用手去按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開關是用電壓去控制 所以就用這個雜極去控制 在這個元件裡面 我剛剛說最小的結構 這樣叫做雜極的長度 就是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就是我們常常聽人家說 台積電幾奈米製程的那個就是在講 就是雜極的長度 對 就是雜極的長度 各位就這樣記就好了 這個電晶體為什麼很重要 我們剛剛說在一個晶片裡面 有100億個電晶體 而每一個電晶體就是一個0或1對不對 剛剛還記得 要不就是0 要不就是1對不對 就代表一個位元 各位還記得電腦裡面的最小單位 就是一個0或一個1 我記得後面影片YouTube上面都有 可以replay自己再多聽幾次 一個0或一個1 叫做一個bit 一個位元 所以你就想像這樣一個電晶體 代表一個位元 剛剛晶片上有100億個位元 重點來了就是 當電晶體越小 晶片是不是就越小 晶片越小 這個是不是越小 機體電路越小 這個越小是不是代表 印刷電路板越小 這個越小是不是手機就越小 所以我們的方向一定是朝向 越做越小 所以怎麼個做 小還效能要好 對 要做的小 要省電 所以怎麼做小 各位注意剛剛說的雜機長度 是這個短邊叫雜機長度 20奈米以上 我們用的是剛剛這個元件 就是所謂的MOSFET 剛剛已經講過了 可是到了20奈米以下的時候 科學家把結構改成立體的結構 為什麼要立體 因為它比較小 它比較小 而且你是用電壓去控制開關 當你這個東西太小的時候 接觸面積太小 上面的電壓對下面的通道 影響就越來越小 要增加影響力 就是要增加接觸面積 所以你要增加接觸面積的方法 就是把它做成立體 把它堆高了 堆高之後 你發現這三邊都有接觸 所以開關的時候 就效果會更好 可是到了3奈米以下 就要再換結構 有沒有注意到 它上下左右都有接觸面積 所以開關的時候 控制的效果會更好 所以現在台積電是在這一塊 對 台積電在這一塊 台積電贏就贏這一塊 這個現在大家都還在做 還沒有人在那裡 三星曾經說 它要直接做GAA 這個叫GAA FAT 聽過就好 但是這個東西還沒做出來 所以那是以後的事 我跟各位打個賭 三星直接做GAA 最後可能會翻車 我們等著看 因為這個東西非常難做 OK 今天沒辦法解釋那麼深 吃鏡都破壞 我們剛剛提到雜機長度 各位特別注意 不是越小越好 剛剛不是說到武器嗎 那個軍事的用是要用先進的製程 還是用落後製程 答案是都要 為什麼呢 要看你用在什麼地方 大家會追求越小 現在的微奈米都有 不是這樣 數位的機體電路 就是CPU 中央處理器 通常就是用小製程 越小越好 因為它是要代表0跟1 所以通常10奈米以下的製程 可是如果是類比的機體電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字 類比的機體電路 譬如功率放大器 這是用在手機的處理電磁波的IC 它因為是要放大器 所以它放大訊號的 所以它的製程不能太小 因為它通常灌進去的功率會大一些 你的製程太小 電流灌進去就燒掉了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功率機體電路 也就是所謂的功率電晶體 或者功率元件 一定有人聽過這個字 這一種它是要灌高電壓 譬如說牆壁裡的110伏特 或220伏特 這種電壓灌進去 電晶體要撐得住 所以它用的是舊製程 維米製程 所以不同製程的這一些 我們現在台灣有很多企業 對 不一樣的公司 都很有生存的空間 因為其實不同的項目都會用到 是 台積電做先進製程 但是像這種比較落後製程 可能就聯電 利基 他們就做摩托車這部分 這個很優秀工程師 你們到底在幹嘛 這些工程師就是想盡各種辦法 生產這個機體電路 我舉個例子 這個機器叫做化學研磨器 每個實際工作情況在做什麼 就是要把晶片做出來 把晶片做出來 基本上就要做各種不同的製程 這些製程到底是不是一流的人才 做二流的工作 我們簡單講一下 以前在舊的時代 就是那種舊製程的年代 確實工程師做的工作 是真的沒有那麼高級 感覺很手工業 製造業手工業 我這邊要強調一個重點 當砸機長度小到這種 我們講的這種三奈米 五奈米的時候 非常多的量子效應 還有一些特殊的材料效應就發生 這種效應就不是很二流的工作 這種已經變成一流的工作 要先進的研究才能克服 所以如果換個問題問 如果今天是二流人才 湧進台積電來做 可能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就不是今天台積電 所以我必須說當年 就大家都誤會了 當年一流的人才進去 會覺得他做的工作好像沒有那麼高級 製造業 沒什麼了不起 黑手 說只要好人才 不是台積電就當醫生 有點浪費 不去做一些研發創新的 可是就是因為這些人 讓台積電一直保持領先 更何況到了現在這種 三奈米 五奈米的製程的時候 很多先進的材料 科學現象都發生 那種東西必須要靠很多的博士 做先進的研究才能克服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 台積電會領先Intel三星 其實就是因為有這一群 一流的人才在裡面 吃苦耐勞 每天可以加班到很晚 才有辦法突破 又有高腦力 又有高的意志力 跟體力 這個很重要 我們會領先多久 目前的狀況看起來 至少領先Intel三年 三星也差不多 所以至少領先三年以上 這一兩年台積電的訂單 應該是會接到手軟 這沒辦法 因為除了台積電也不知道要找誰做 所以感謝這些優秀人才 當年選擇台積電 是要台積電保護我們 謝謝曲伯 那今年我們之前也聊過 大家關注是先進製成封裝 在今年的牛年 想必是非常熱門的股票 好 那我們要講特別在哪裡 就是為什麼要先進封裝 簡單來講 從三奈米以後就是太難做了 所以太難做的結果是什麼 第一 它很貴 它非常的貴 第二 它的量很少 可是一個Burberry的衣服 是大家都想搶啊 那怎麼辦 所以就是說 我可以用不是Burberry的材料 可是讓你有Burberry的感覺 因為現在3奈米沒有那麼多 那不就是A貨嗎 換個角度 它用先進封裝的效果 即使你這不是用3奈米 因為你講究就是快跟省電 我讓你一樣可以享受到快跟省電 如果你只是要快跟省電這樣 我用先進封裝的模式 讓你可能用20奈米或28奈米的製程 你就可以有這樣子快跟省電的效果 那這樣是不是就簡單易懂了 所以在大家都還沒有辦法 三奈米產大量量產的時候 先進封裝就是彈進來解決大家 又要快 又要相對便宜 電力的效果又沒有那麼大的手錄選了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為什麼覺得先進封裝 將會是金銘兩年的重點 那來了 那到底好在哪裡呢 我們知道先進封裝來講 這個全新的東西來講 其實怎麼這樣把IC堆疊在一起 然後把它封起來 因為這樣子的話 彼此之間的速度會傳出更快 更有效率 那它這樣子堆疊的模式 簡單來說最好最受用的 台積電必須要從頭到尾自己來做 那它在做的這個過程裡面誰會受益呢 NVIDIA現在做一個IC 它現在要跟DRAM或是跟Flash或是跟別的人對待一起 其實NVIDIA並不知道我要怎麼去跟別的人對待一起 我只知道怎麼設計好一個好的IC讓我產生最高的效能 可是現在問題來台積電告訴我 他要用先進封裝幫我封起來 所以你要在這個製程 你在這個設計上要多一點的改變 讓我可以讓你跟DRAM合在一起 產生更大的效用 只可惜你要付一點微薄的費用 什麼費用呢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樣跟DRAM合在一起 是你最好的設計方法嗎 可是有人很懂DRAM 這個人例如他叫艾普 他很懂DRAM 他從頭到尾都在做DRAM 他會跟你說 你怎麼化 你覺得他可以怎麼化 可以跟我的DRAM好好的結合在一起 產生最大的效用 只要你付我一點點錢 這個錢一開始我們要開發費用 叫NRE的費用 你付給我錢告訴我怎麼化 化完之後 我們合在一起就有好的效用 緊接著我也不會跟你收錢 我會跟你怎麼樣 你每賣一顆 我可能跟你收一個IP費用 跟你收個0.001的一個 類似叫權利金的東西 大家可能以為這麼小 這麼一點點錢算什麼 你想想看 以後台積電的先進封裝裡面 只要跟記憶體有關的DRAM的 每一顆IC 如果他都跟他收0.001美元 這個數字會是多可怕 而且大家知道 化圖的 這個生意就一定都是他在做嗎 因為目前來講 他要跟台積電的製程 要合作很久 他才知道 怎麼樣配合台積電的製程 能夠讓他們能發揮最好的效用 所以他好到台灣的廠商了 所以台灣的廠商簡單來說 有三家受益 因為他們的毛利率都是百分之百 他們毛利率百分之百意思是什麼 他們一過損一兩坪點 他們增加的營收都會變成純毛利 在這樣的一個情形底下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了 正嫌這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去年股價充成這個愛國這張標股 一倍了 今年還有空間嗎 我現在只是跟大家講一件事 今年來看的話 決戰點都在年中以後 年中以後為什麼 因為年中以後 先進封裝會正視看 現在我們講的都是先收NRE費用 我剛剛自己不是跟你講了嗎 你要先給我一筆錢 然後我要告訴你怎麼畫 畫完了以後我們就正式去 如果我們成功了 我就未來跟你收IP費用 所以這一段在反映 他們現在都收了NRE的費用 但是未來如果真正開始 每一顆都跟你收IP費用的話 那真的是無窮無盡的細水長流 所以我認為這些公司 現在當然都反映了NRE的費用 可是都沒有完全反映 未來可能的IP收入 過程中沒有風險嗎 當然它的風險就是 你合起來不合用 合起來不合用 所以我說現在 就不跟他合作了 所以就是說你畫的圖 我在先進封裝裡面 我無法量產 或是我量產的不順 或是的確你的Solution 沒有辦法讓我產生更大的效率 可是目前來講 我們知道先進封裝 是個量產的廠 他們早就已經開始 已經有在實驗的室裡面開始做 其實老實說效果相當的不錯 所以你看好 覺得沒有這麼大問題 我們就直接做總結 就好簡單 要跟D-Run合作 就是看愛普 你如果是要跟D-Run 合在一起做封裝 然後才算就是跟愛普拿 如果你要跟Flash拿 要跟Flash合作 就是跟我們國內最強的力望 另外一家 不要忘了台積電的長子迪孫 就是創意 如果你要IC跟IC封裝 那你就要跟台積電的長子迪孫 創意要IP 那最後提供一下 這些都七八百塊 我知道你一定會問說 六七百塊的公司 投資朋友可能會比較卻步一點 對不對 那我們就講一個 這些機台要把大家封在一起 需要點膠跟貼合 然後IC跟IC之間也需要新的研磨的材料 把他們緊密的貼合在一起產生效用 而這一個設備很榮幸的 不是由 Xmore或是其他的美國廠商得標 目前的第一批廠商得標 對 就是6187的萬潤 所以這一個設備來講 我們來看 它已經的確開始出貨 而且甚在 在產業試做當中 如果成功的話 我覺得相當的有機會 那股價來看呢 目前呢 當然它沒有很便宜 但是比起那些IP 五六百塊的公司來講 它還在三位數附近 那以目前它能夠得到的訂單 跟未來整個先進封裝的 長久的一個趨勢來看 我認為它相對來看 可能對一般來講 會比較有吸引力一點 OK 好 這是先進封裝的概念股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來看看 今年這個投資功課 你做好了沒 待會私房概念股繼續報告